泪水打湿小弹塔 下辈子再努力吧 作为骑士中的边缘人 四企们真是太惨了 各几个除非极端特殊的情况 否则在TV一般都是工具人 到死都不一定混到新形态 这不某些人才两件皮套 就已经在所有四企里名列前茅了 套跑五假面骑士恶霸 形态数量为两个 重所重之 特殊战士不算形态 所以只能委屈下老实人了 除开夜霸之外 他在创期TV内拥有的形态 仅有中期获得的基础恶霸 该形态继承了四企一概传统 下线高的同时上线久低 初登场是冠决全场 无论是齿轮兄弟 海哥三羽鸭 还是赤别果冻龙 以及危险班级战兔 通通不是现版本大C 老实人的议和之敌 甚至危险突坦引以为傲的暴走 也被恶霸轻而易举化解 可以说一世界风光无两 当然他也没拽太久 随着版本更新迭代 恶霸到后期越来越无力 逐渐沦为战略计算单位 好在战兔及时出手 给老实人整了个鳄鱼碎碎饼 助他解锁了第二个形态 扑人蜜恶霸形态 这玩意儿实战数量不多 但有个单挑击退 一阶段蛇皮怪的记录 论结果战力能追上常态熔岩龙 作为四企最终牌子绝对果硬 并列套破五 假面骑人蜜 形态数量同样为两个 跟老实人不一样 火罗比是真一个形态用到死 他的基础尖刺蝎形态 正式登场于01TV第八集 这一用就是整整30多话 期间没有任何派生 或者强化武装 就拿把破弓硬打 你问他为啥到了后期 还能跟上这一大票 牛鬼蛇神的战礼 灭自己的解释为 我人工智能啊 AI通过学习变强 不是常识吗朋友 就这样一直到大结局 自家小灯迅被货人一脚送走了 火罗比这才破罐子破水 任由亚克几声 结束了第二个形态 亚克蝎子形态 但这玩意儿也是个先帝 除了跟货人打了场决战 后期再也没反场过 约等于没有 兵列逃跑5 加冕骑士蒂蒙斯 形态数量还是两个 冷知识 那对烂七八糟的混合基因组 严格意义上只能算强化武装 不属于派生形态之力 所以咱们劳地 在TV里打生打死各种拼命 副作用比其他骑士加起来都大 居然连一个强化形态都没捞着 我看兽琪你小子是真有点签勾兑了 但话是这么说 再苦再累咱也得干 蒂蒙斯单论骑士战斗力 还真不算弱 门田和后期黑话大二一为一 真大人大战甚至能互报 至于第二个形态 正是门田在外传中解锁的 蒂蒙斯帝国形态 属于是常规给工军人四起 后续补个票了 要知道某些苦币 连个票都没得补 吃点足吧 四起形态数量普遍偏少 那我金蛋可就不乐意了 并着套破5 假面骑士雷杰德 虽然纸面形态只有两个 但熟悉大胆哥的帖子都知道 这货根本就不care形态数量 开玩笑 哥们要多少有多少好方 啥也不说了 上号 车远了 还是来看看远处的雷杰德本人吧 他的两个形态分别为基础形态 以及最终形态传奇雷杰德 基础形态可以变身 或召唤其他传奇骑士的基础形态 不仅外表上有所变化 还会附带额外强化效果 打几架来通常都是一套不解释连招 直接带走 战力包强的哥们 当然基础雷杰德也不是无敌的 由于尸臣劳定 他的本体实力较为薄弱 没有任何特殊战斗技能 数据更是拉中拉中了 容易被人打断连招 趁机暴打 最终传奇雷杰德也一样 过于依靠变身能力 与其说是雷杰德自己的形态 不如说是其他骑士的召唤工具人 套破4 假面骑士大剑 形态数量为三个 想不到吧 叔叔还真有派生 亮术除了最常用的基础玄武神话形态外 还有着玄武杰克军 以及玄武布莱姆这两个派生形态 至于强化和最终 那就别想了 三级闲人直到外转才混到最终 实在没有多余资源给亮术了 不过形态少归形态少 大剑打起来也是真的猛 变身者最强育儿王自己 就是当代最强剑士 一手土豪剑几土 轮得虎虎生风 假面骑大剑寄宿了神兽 玄武神话的力量 全身装甲防御力如同龟壳般厚重 寻常刀剑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并且关绝处还设有增幅器 能最大化四肢处理 让亮术挥剑时 带来山岳一样重量的中极 主打的就是一力破弯法 而其他两个派生比起基础 并不太大变化 就是在玄武神话的原有设定上 增添了杰克军与布莱姆的能力 属于标准派生模板 Top3 假面骑士斩月 形态数量为7加1个 你们这个加1是啥意思 那当然是斩月真了 如果把这玩意算在形态里 那么主任就拥有足足8个形态 哪怕不算他也有7个 这大约让许多三七甚至二七 看了都是口水流一地 首先基础形态密瓜铠甲 配备了无双军刀 以及密瓜防盾者 是即攻防鱼一体的武士状态 虽说没有任何特殊能力 但这白板在主任手里 硬生生活成了战神的模样 甚至能下个上干葡萄斩月真 除了这俩之外 主任的其他形态登场较少 基本都是一次性限定 例如戏机开甲 或是升红开甲等 就不再戏谈 你就说出场一次 叫不要出场吧 不会真有人还认为 四骑中没有形态 巨多的版本之死吧 泡泡2 假面骑士狂飙 形态数量为8个 这就是那个隐藏待遇之王 别看车车在埃克赛德里 有将近一半时间都在掉下 但该有的形态数量 那是真一个都没少他的 首先两个基础 小胖子和摩托车就不说了 算神EA系 骑士表配 顺带提一句 车形态下的狂飙 属于不完全体 如果没有驾驭者辅助 战斗力会大大血弱 在他使用极限 剑斗卡带升级为三级派生 剑斗魔头玩家形态后 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该形态的实力 有了全防卫强化 战斗时的D6杆极为出色 并且身上的重甲防御力极高 如果不是等级被大幅度碾压 基本不会受到伤害 除了这些之外 狂飙前级拥有的形态 还有个连级模式 猎人魔头玩家 是跟永梦等人一起解锁的 随后在TV第12话 车车就被瞎脚开挂带走了 这一掉线就掉了整整22级 直到第34话才重新翻场 这段时间 他获得了三个形态 分别是零级魔头玩家 原型运动魔头玩家 还有原型战斗魔头玩家 这三个形态的战斗力都管够 能轻松跟上X赛的后起 群魔乱舞的战斗环境 最后便是车车在真结局三部曲中 解锁了框镖X了 该形态是专门为了攻略卡密 而搞出来的对神特化形态 能将弹力斗的各项能力全部重置 你太卑鄙了 跟我玩音调 最后套目一 假面七十八牛 形态数量高大整整24个 你装吧活地 谁比形态比得过你啊 二十七景额都没你多 也就胡谁能猜你一头 咱们都不用弹那些戴口眼神 就说几个主要形态 僵尸牛 牛哥指定老母 从第一集杀到大结局 再从剧场版杀到外转未偏 可以说是八牛的代表形态 和几次倒地 可见牛哥对僵尸形态的熟练度 已经到了极为恐怖的地步 然后羡慕图牛 代表了牛哥开始发文跳反 拳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用过 堪称专属带口 再然后羡慕神形态 也叫大吉牛或者大脚牛 同样是牛哥专属 打着一众骑士哭爹喊娘 最后到了威骗 这伙还能再拿一个暴力狂怒 战力直比主席几乎的马克9 不是阿当说 这年头二集最强形态 能对标主席最终的都少得可怜 牛哥一个四级这么整 很难不让人相信 他原名叫高条道长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各位小伙伴 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